作為一個投手,除了要不斷練習磨球技之外 亦都講求紮實的基本功 現在就和大家分享幾個比較常見和基本的投球 首先是最常見以球速取勝的傳統直球之一 四線快速球 壓球的手勢就是把食指和中指垂直沾著縫線最闊的位置 而大拇指和無名指的內側就輕輕托著球 同樣屬於常見直球的二線快速球就比四線的球速慢一點 壓球的手勢就像畫面示範一樣 食指和中指垂直碰著縫線,大家看清楚一點 紫叉球和傳統直球球速差不多 但控球的難度就比較高一點 它的球夾在食指和中指中間 而兩隻手指明顯沒有碰到縫線 這集是這麼多,下集我們轉玩變化球 掰掰